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偶然看到了我在2020年5月份 也就是两年以前做的一个视频 那个时候对当时的美国房产的一个预测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房子要涨 结果被人骂惨了 我以前是做互联网数据的 我相信数据预测出来的结果是骗不了人的 两年后,也就是今年2022年 让我们来重温这段视频 很多客户包括我自己都从当初的预测当中受益 当初讲的方法到今天也是适用的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3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预测 疫情期间,洛杉矶的房价会往上走 但是销量会往下走 所以我们在二手房市场上是捡不到漏的 但是4月份的时候我也谈过 唯一能捡漏的地方就是新房的开发商 他们手里已经盖好的房子 我们叫库存房 因为疫情期间 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都会很难看 然后他们为了6月30号截止的第二季度财报 他们就要想办法找钱 唯一能找钱的地方 就是卖掉他手里的库存房 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卖 前天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好消息 两年前的视频看完了 可能有的人会平淡 有的人感到开心 那么有的人会遗憾 其实这个都没关系 任何时候都有当时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的美国房子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评论或者是单独聊聊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接着聊